Danny 今天帶我來這個青山綠水環境這麼好的地方 有什麼好處 突然這麼好雅致 文彩這麼厲害我都不知道 你有沒有想買 當然有 這裏安放不夠浪費我 要清理它那些 unit 先不要說廢話 今天其實很久都沒有談談技巧的事 最近做了差不多有半年 其實這半年變化都很大 所以跟大家說說我們這半年經歷了些什麼 幾個主題 比如說很多朋友準備上升級 也有些朋友想要下降級 下降級和下降級 有些新移民正在過來 因為Street A、B 很多都慢慢陸續過來 很多香港朋友都過來 也說一下最近大家現在移民過來的朋友 有他們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也分享一下 對不對 我們分開三集做好嗎 好啊 OK 這裏可以聊天 這幾集其實是我們好戲的 坐在那裡聊天 又好天又好環境 溫哥華是一個最好的季節 現在又不熱 因為七、八月又有點熱 現在又有點涼爽 又不下雨 又有太陽 又有河景 又有我的盤在這裏 這個地方是不錯的 因為剛才在Richmond開車過來 都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左右 因為Highway又不會經常塞車 所以就很方便 這裏賣的 河景的Townhouse 一百多萬 Richmond買不到 現在很熱售 Richmond RichmondTownhouse 現在貴到舊的才出 一百多萬 現在新的也很難 我們今集說什麼 我們接觸一些移民的故事 例如說他們來到這裏 設置好單時 他們怎樣做 我們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給予更多意見 來後準備過來找溫哥華的朋友 例如說他們來到 通常他們先租樓 還是想買樓 你也接觸了多少 多數過來 現在因為開放了沒有COVID 多數人真的可以抽身過來 有些現在三馬 九月有些有小朋友 要上學 他們先來了 現在來了就年輕了 但是很多時候 很多客人 我都是和你一起去做個案 他們過來問你 但現在他們還未買 他們會過來就先下腳 你知不知道下腳的話 要租屋 通常都要 你很難一開始就有間房子給你住 你租屋的話 你怎樣找到 租屋的話 這邊其實很少壞 好像香港那樣 有個經紀帶你去 作為租客去找盤 所以基本上很多時候是靠自己 比較靠自己去找 各大那些 燈廣告那些地方去找 哪個 有Krac List 有時有些Chinese的 可能就叫做Van Sky Van Sky Re Lang People 對 有Facebook Market 也有Mac Rentals.ca Sым的時候 Lift Brands 有幾個大的網頁 對 因為這裡 因為PROPERTY MANAGER的經紀是代表居住 很少有經紀代表居住 所以我們有時會幫助朋友做一些事 因為他們不會有經紀幫助他們找盤 所以通常我們會幫他們看看 例如說你會幫他們看看 title 基本上我們不會幫客人找盤 像香港那樣去做一間中原 他們會有30個盤讓他們去選擇 這裡是沒有的 這裡自己去看30個盤 但我們幫助業主放租 PROPERTY MANAGEMENT做這些事 但不是說你們不能夠 但我會怎樣做呢 就像上幾個客人一樣 他過來的話 在租的時候他接觸過業主 看到哪裏是對的 他在簽約之前 我幫他查一下 title 因為現在有很多fraud 很多租客去租賣 不斷收錢 看看他是否正式業主 和你做個查冊 另外會看看他的合約 是否有些不平等的條約 這裡我們多數都是用一個一式一樣的 比較正式的一個 一個rescential tenancy board 的借金 有些也是用自己的 我會和大家看看 接著就會看Deposit 下錢 看看是否有物館 例如物業管理的Bank account interest的account 或者是否有一個 最重要的 如果是私人的話 就是看看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業主租 沒錯 有很多東西 因為其實很多 我想很多朋友 過來的時候 都只能夠先 包括我當時 都是先租樓 所以這個環節 似乎不可以避免 但我相信有些朋友 未避免先買一間公屋 其實都有 即是隔山買一張牛 有些是買樓花 過幾年回來 有些是買了現樓 租樓出去 到時自己回樓回來再住 是的 那我可以幫助 沒有問題 你做了很多 我分享一些貼士 因為又說借錢 通常香港或其他地方 過來分三種 一種是Citizen 一種是PR 一種是Stream A Stream B Word Permit 現在多了Open World Permit 三種借錢 最難是Open World Permit 因為首先 買的人會少 因為又可以去買家稅 當然也有些朋友 會直接20%照給 但Open World Permit 借錢 買樓花 都可以 成家時 如果你仍是Open World Permit 只能看加拿大的收入 很難看外面的收入 PR是最容易借錢的 如果你是五年來取PR 是最容易借錢的 基本上本地有份工 借錢方面問題不大 最容易借錢的 最容易借錢的 有些Returning Residents Returning Residents都可以 但Returning Residents跟PR有些相似 但每個銀行的方法有些不同 有些會看回香港收入是多少 有些會看回香港收入是多少 他大概要看回香港收入是多少 Returning Residents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大概分三種 三種人 如果有很多Open World Permit 如果女朋友想借錢方便容易 其實可以考慮等到PR時 才去買樓 或者買樓花 成家時已拿到PR 借錢便容易很多 但Open World Permit 現在有限制 始終沒有身份 我們現在有一個 Forn Buyer Bank Open World Permit 要有限期 起碼要有一百八十多天才可以讓你買 可以的 香港朋友如果是Open World Permit 就充滿三年 但有一個海外馬加稅 大家要留意 所以要留下一個選擇 例如你可以拖兩年 等你拿到身份後 那時才成交 借錢便容易借 借錢便容易借 所以這個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順序 但租樓這方面 我想大家都很難避免 所以我今天都跟Danny說 租樓那裏 大家有甚麼可以注意 希望這個資訊 帶到給大家有用 如果大家有些貸款問題 想找一下Anthony出來問一下 他亦有很快的 因為他WhatsApp 超快的 他都不知道要不要睡覺 Danny一樣 找Anthony Anthony是溫哥華的泰奔經紀 Danny是地產經紀 大家有甚麼題目想聽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想出更多資訊 讓大家看一看 等大家過來時也很滑 這次講完這裏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